范爷卷入逃税风扑 还有补缴近40亿台币的税款 如今有大陆房众爆料 范爷一举低价出售 位于北京的41间房产来筹钱 钟旅权是北京一个非常高档的社区 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拥有房产 8月份一中介业者表示 有41套的房产属于个人房产 希望一次出清 总市值将近10亿人民币 这背后与范冰冰的拥有者 有人猜测可能是同一人 不过消息尚未得到查证 北京棕楼权社区被点名 上海的汤城一品 网传也是范冰冰的不动产 此外范冰冰的未婚夫李成 也传出有意出售 曾在节目中曝光的 北京二环四合院换钱 估价超过4亿台币 吹发护发 中国风国际范 范冰冰过去大大小小 有127个代言 但如今各家品牌急着切割 今年4月才宣布 接下的万宝龙 现在客服却表示上个月 品牌大使就已经换人 康复电器回应合作已到期 黑黑清止更明确表态 范冰冰不是代言人 让范冰冰口袋里的钱 少了一大半 规定期限内缴纳的依法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范冰冰缺钱 甚至让大陆的诈骗集团 找到可乘之机 冒充范冰冰随机发简讯 表示只要转500块人民币 约台币2200元 到某某账户 就能当范冰的经纪人 让网友看了 忍不住吐槽 范冰冰都筹了40亿元 难道还会差2000块吗 记者吴奎言金属清 唐全综合不倒